唐大叔今天教你啊 家庭版的红烧带鱼 我们把带鱼回来洗干净之后呢 我们用这个葱姜料酒啊 给它腌10分钟 给它抓匀再 逐步呢 蘸上这个干淀粉 倒入适量的油 我们开始煎这个带鱼 我们把一个鸡蛋液呢 我们倒到这盘子里 然后锅烧热之后呢 我们把这带鱼啊 逐个下锅啊 当中煎黄的 我们往边上放一放 看我们把带鱼啊 两面都煎成金黄色了啊 好了 我们把它倒入盘中 然后锅内呢 我们再放入啊 适量的油 然后把这个姜 葱啊 下锅炒香 还有这大蒜瓣 稍微拍一下 然后加一个八角 加啊 五六个干辣椒段 生抽 香醋 然后加开水 盐 白糖 来这么一勺 然后老抽 料酒 将这带鱼啊 放入锅内 开锅之后呢 我们宽成中火啊 加上盖烧不七到八分钟 好了 你看已经炖了七分钟了 我们把盖打开 正好的汁啊 收进去了 好了 这关火啊 这带鱼就烧好了 烘烧带鱼就做好了 如果你喜欢的 请给唐大猪点个赞 我们下期待